Hello,大家好,我是Cathleen 想要通过信用卡省钱赚钱 除了通过长期持有的消费反限高的信用卡之外 最给力的方式就是赚取信用卡的高额开卡奖励了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真正好的开卡奖励给的都是里程或点数 而想要把它们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是需要花一番功夫的 如果想偷懒,看今天的信用卡开卡奖励排行榜就够了 今天的视频,假设是只持有该卡一年 一年过后很可能收益抵不过年费 但是大家可以选择在一年后降级为无年费卡或者关卡 当然关卡是不推荐的选择了 好了,接下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哪些卡吧 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 American Express Platinum白金卡 持有该卡的首年价值为1460刀 开卡奖励是10万Membership Rewards Point 需要开卡6个月内消费满5000刀 点数价值为1.6C每point 首年持卡期间可以得到一次价值约为210刀的各种报销 面值分别为Uber报销200刀 Sax报销100刀 实际价值按面值的70%计算 年费是550刀 首年不免年费 第二张推荐的卡呢是Chase Sapphire Preferred Card 这张蓝宝石卡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也有讲过 它的持卡首年价值约为1235刀 开卡奖励呢是8万点 加上50刀的现金奖励 需要开卡3个月内消费满4000刀 点数价值约为1.6C每point 年费是95刀 首年也依旧是不免年费的 第三张推荐的是American Express Delta SkyMiles Gold Card 这张航空金卡 持卡首年价值约为1110刀 开卡奖励呢是7万的Delta里程 加上200刀 需要开卡3个月内消费满2000刀 点数价值为1.3C每point 年费为99刀 首年免年费 第四张给大家推荐的卡呢是BOA 阿拉斯加的卡 这张航空卡呢 它的首年价值约为1095刀 开卡奖励呢是65000 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 需要开卡6个月内消费满8000刀 点数价值为1.8C每point 年费是75刀 首年不免年费 第五张给大家推荐的卡呢是 American Guild Credit Card 这张AE金卡呢 它的价值约为1080刀 开卡奖励是6万点 加上250刀的现金返现 需要开卡3个月内消费满4000刀 点数价值约为1.6C每point 首年持卡期间可以得到一次价值约为120刀的各种报销 年费是250刀 首年依旧不免年费 第六张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American Express的卡 但是它是一张酒店卡 它是叫Mariot Bonvoy Brilliant Card 这张万豪的卡呢 持卡首年价值约为925刀 开卡奖励是125000的point 加上200刀的现金奖励 需要开卡3个月内消费满5000刀 点数价值约为0.7C每point 首年持卡期间内可以得到一次价值约为300刀的Mariot报销 它的年费呢是450刀 首年不免年费 第七张给大家推荐的卡是 American Express Delta SkyMiles Platinum 这张和Delta的联名白金卡 首年持卡价值约为920刀 开卡奖励是9万点Delta航空里程 需要开卡3个月内消费满3000刀 点数价值约为1.3C每point 年费是250刀 首年不免年 第八张给大家推荐的卡叫 City A Advantage Platinum Selected Credit Card 这张City家的AA白金卡 它的持卡首年价值约为900刀 开卡奖励是6万点AA航空里程 需要开卡3个月内消费满3000刀 点数价值为1.5C每point 年费呢是99刀 首年可以免年费 第九张给大家推荐的卡呢 是Chase和United联名卡 这张卡它的持卡首年价值约为870刀 开卡奖励是8万点 美联行的里程 需要开卡3个月内消费满5000刀 点数价值约1.4C每point 年费是250刀 首年不免年费 第十张给大家推荐的卡呢 是City Premier 这张卡它的持卡首年价值约为865刀 开卡奖励是6万点Thank you point 需要开卡3个月内消费满4000刀 点数的价值为1.6C每point 年费是95刀 首年不免年费 第十一张给大家推荐的卡呢 是American Hilton Aspire Card 这张谢尔顿的酒店联名卡 它的持卡首年价值约为825刀 开卡奖励是15万谢尔顿的点数 需要开卡3个月内消费满4000刀 点数的价值约为0.4C每point 此卡每年送的weekend free night 在第一年就会有价值约为250刀 首年持卡期间可以得到两次价值约为125刀的航空杂费报销 面值为250刀 实际价值按面值的50%来计算 首年持卡期间可以得到一次价值约为175刀的Hilton Resort报销 面值为250刀 这张卡的年费是450刀 首年不免年费 第12张给大家推荐的卡叫American Platinum for Morgan Stanley 这张卡的首年价值约为820刀 开卡奖励是6万点的Membership Reward Point 需要开卡3个月内消费满5000刀 点数价值为1.6C每point 首年持卡期间内可以得到一次价值约为210刀的各种报销 面值分别为Uber报销200刀 Sax报销100刀 实际面值按面值的70%计算 年费是550刀 首年不免年费 第13张推荐的依旧是American Express家的白金卡 这张呢是和Swar合作的卡 持卡首年价值约为820刀 开卡奖励是6万点的Membership Reward Point 需要开卡3个月内消费满5000刀 点数价值约为1.6C每point 首年持卡期间可以得到两次价值约为100刀的航空杂费报销 年费是550刀 首年依旧不免年费 第14张给大家推荐的卡是City Prestige Credit Card 这张卡的首年价值约为805刀 开卡奖励是5万点Membership Reward 需要在开卡3个月内消费满4000刀 点数价值为1.6C每point 首年持卡期间可以得到两次价值约为250刀的航空报销 这个是非常容易获得的 它的年费需要495刀 首年依旧不免年费 第15张给大家推荐的卡照 Chase Sapphire Reserve Card 这张卡的首年价值约为770刀 开卡奖励是6万点 Ur点数 需要开卡3个月内消费满4000刀 点数价值为1.6C每point 首年持卡期间可以得到一次价值约为360刀的旅行报销 这点依旧是非常容易获得的 加Doordash报销 疫情期间相信大家用Doordash比较频繁吧 所以这张卡还是比较适合在这段期间内使用的 年费是550刀 首年依旧不免年费 好了今天的信用卡开卡奖励排行榜 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如果喜欢的不要忘记帮我点赞订阅 评论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